1979年到198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,解放军先后有18个野战军参战,使长期没有经历战争的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,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影响深远,与此同时,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高级指挥员,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,成为新时期意义生辉的一代将星。 一、张冠年,上将,1979年对月作战,时任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,二副群尤,上将,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一军军长,以后立任成都军区司令员,兰州军区司令员,总后勤副部长,总参谋长。 三、杨光烈,上将,1979年对月作战,时任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,的身份,协助昆明军区羊的致司令员指挥西线作战。 三、杨光烈,四、廖西龙,上将,1979年对月作战时任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副团长, 1984年收复两山师任十一军三十一师师长,以后立任十一军副军长,军长,成都军区副司令员, 四、司令员,总后勤副部长,五、吴权旭,上将,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一军参谋长,以后立任第一集团军政委,军长,总参谋长助理,副总参谋长。 六、钱树根,上将,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四十几集团军军长,以后立任兰州军区参谋长,总参谋长助理,副总参谋长,钱树根。 七、王祖逊,上将,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四军副军长,以后立任云南盛军区司令员,十四集团军军长,军事科学院副院长,院长。 八、徐永清,上将,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二十几集团军政委,以后立任浙江盛军区政委,兰州军区副政委,武警部队政委。 徐永清,九、李先良,上将,1979年对月作战,时任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副师长,以后立任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师长, 广西群区司令员,广州军区副司令员,山羊军区政委,司令员,北京军区司令员,时,朱启,上将,1981年收复寇临山,时任十四军四十二师一百二十六团团长。 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四军四十师副师长,以后立任十四军四十师师长,十四级团军参谋长,副军长,贵州整军区司令员, 十四级团军军长,成都军区参谋长,北京军区参谋长,司令员,十一,杜铁华,上将。 1985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一九九市政委,以后立任六十七集团军副政委,政委,总政治部主任助理,副主任,济南军区政委,北京军区政委,十二,顾辉,上将。 1979年对日作战,时任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长,以后立任四十二军副军长,军长,济南军区副司令员,南京军区司令员,古辉,十三,张智杰,上将。 1985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军长,以后立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,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兼北京卫书区司令员,成都军区政委。 十四,陶伯军,上将,1979年对月作战时任武汉军区炮兵作训处处长,随所在部队参战,以后立任四十三军师参谋长,武汉军区炮兵部部长,四十三军军长,成都军区参谋长,广州军区参谋长,副司令员,陶伯军,十五,前国梁,上将。 1986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军长,以后立任济南军区参谋长,司令员,山羊军区司令员,十六,时玉校,上将。 1984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政委,以后立任济南军区副政委,政委,广州军区政委,十七,江福堂,上将。 1985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政委,以后立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,成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,沈阳军区政委,江福堂,十八,李前元,上将。 1984年老山轮战,时任一军副军长,以后立任第一集团军军长,广州军区副参谋长,兰州军区副参谋长,副司令员,十九,刘东东,上将。 1987年老山轮战,时任四十七集团军139市政委,以后立任四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,副政委,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,二十一集团军政委,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,政委,新兰军区政委,上将授予时间不小,1999年七月中将,2004年六月晋升上将,二十,朱曾全,中将。 1986年老山轮战,时任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,以后立任二十七集团军副政委,政委,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,总装备部副政委。 刘东东,二十一,素荣生,中将,一九八五年老山轮战,时任六十七军参谋长,以后立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,二十四集团军军长,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一九九零年九月少将,一九九九年七月晋升中将,二十二,张海洋,上将。 一九八六年老山轮战,时任二十一集团军六十一师政委,以后立任总参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,主任,二十七集团军副政委,政委,北京军区副政委,二十三,摇双楼少将,一九八一年收复后林山,时任十四军刺十二十一百二十六团团长。 二十四,和其宗中将,一九八四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一军副军长,以后立任十一军军长,副总参谋长,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苏荣生,二十五,蒙基喜中将,一九八四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一军副参谋长,以后立任十一军参谋长,十四军军长,十四集团军军长, 昆明陆军学院副院长,贵州圣经区副司令员,西藏经区司令员,成都经区副司令员,建西藏军区司令员,二十六,摆禀城中将,一九八四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一军军长,以后立任成都经区后勤部部长,副司令员,二十七,刘长柳少将,一九八四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四军自实施师长, 以后立任十四集团军副军长,云南盛军区副司令员,云南边境派来总指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